和动辄上千的进口电烙铁相比 它当然不是一个级别的产品 但是在200这个价位 它已经给出了完整的电源链 成熟的控制逻辑 以及接近专业工具级的使用体验 各位朋友大家好 本期我们来点不一样的 便携式智能电烙铁 如今这种PD工电 Type-C口直连 频显功率的便携烙铁 越卖越火 参数一个比个厉害 宣传一个比一个狠 我手上这个就是正典原子最新的 T90全系列的三款 ABC全在这里 既然我们第一次做电烙铁的测拆 那就按照我们的老规矩来吧 看外观 讲功能 做测试 拆结构 给出结论 一条龙把它说清楚 那它是否真的有实力 做到便携加大功率加快速回温 值不值得电子发烧友们 长期使用 测拆了就知道了 正典原子这代T90系列的三款 保持了统一的外观设定啊 整体是一体式铝合金外壳 握持细长 中心的话是靠在中段 能够兼顾便携和长时间焊接的稳定性 机身正面配备一块0.99英寸的IPS彩屏 亮度和可视角度都不错 信息显示的密度很高 后面测试你们就会看到它能 适时显示的电压电流功率和温度 中间这里是一体式的实体按键 用于温度和菜单交互 尾部是USB-C接口 这是它和传统烙铁最明显的 时代分界线吧 T90共有ABC三个型号 它们的外观几乎是相同的 但定位完全不同 T90A对应的是T210系列的发热心 走的是精细焊接的路线 适合贴片 小点 细间距和微焊定位 T90B对应的是245系列发热心 属于通用大功率体系 无论是厚铜皮 大焊盘还是连续作业 它的热容量和稳定性更占优势 T90C的话 它对应的是T65系列发热心 相当于老刀头体系的延续 适合已有纯亮刀头 不想重新投入的用户 我就是喜欢用这种刀头的用户 三款热铁 在显示 供电 系统功能和安全特性上 是保持一致的 全部支持PD协议和USB-C供电 在电源条件允许的时候 T90A的功率是100瓦 T90B是28V 140瓦 T90C则是130瓦 三款功能是一样的 具备PID温控 自动待机 休眠唤醒 过流 短路保护 以及发热性的组织检测 这一期视频我们三款都展示 但是重点我们只讲这一款 T90B 原因很简单 这个是主推型号 我个人用了这么多天 这一款还是比较顺手的 兼容T245系列的刀头 热容最均衡 试用面最广 也是DIY和维修人群 使用概率最高的一只 外观和功能交代在这里 纸面参触看起来是无可挑剔 尤其是PD3.1 140瓦 这一套看上去相当激进 我们就拿这个T90B来进行测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电脑铁 随着电脑铁赠送的一根CC线 它是软硅胶材质的 这种软的线的话 我们使用的时候拖起来就很方便 为电脑铁供电的话 我就选择了 智祥的钢15和 马斐的GMS S35 电源接上提示力按下按键 它就可以启动加热的模式 我用0.8的焊锡丝来测试一下 几秒钟可以化锡 大家看到这个化锡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也就是几秒钟时间 就直接把锡化掉了 现在我用的是20伏的电压档位 来看一下它的化锡时间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也是六七秒左右 跟前面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同样的化锡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这是开机默认的温度 为300摄氏度 一般的焊锡的话 350度基本上就够用了 两个按键清点是选择 长按是确认 左右键同时按下去 就会进入菜单 版本信息恢复出厂设置 温度校准 开机加热 旋转显示 语言选择 温度单位 功率微调 工作电压 待机时间 休眠时间 休眠温度 快捷温度 温度布进 电压信息 根据自己的需要 直接可以进行调 现在是用的28伏5A 140W的模式 28伏的电压档位 中间是电流 底部是功率 附证的这个小落铁架 也是很实用的 不用的时候 放在架子上面 一会儿它会自动的 进入休眠模式 休眠模式 它的温度 就会逐渐的下降 那么可以看到 两种电压档位 划锡的速度 是差不多的 不去调它了 我们就用20伏的档位 来进行实操 我是一个拆解模组 我经常遇到的 就是拆焊 像这些大焊点 大焊点 我一般都是用的 400度左右的温度 切换到450摄氏度 大家看一下这个焊点 刚才抽了一下 直接把锡都抽干了 这笔烙铁的 横温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再拆 一个焊点 可能大家看不出来什么 这一排焊点 看得很清楚了吧 我把它放大一点 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每个角 都是焊松了的 非常轻松的 就把它拿下来了 这个可是大焊点 我们接着把这几个 全部都取下来 像这种焊锡 连在一起的 非常的考验 电路铁的 一般的电路铁 温度不行的 功率小了的话 根本就是把这个锡 都画不动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画锡非常的快 基本上电路铁一放上去 它直接就画了 有点儿有点儿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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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快速 像这种大焊点 这个电热铁都可以轻松的把它搞定 拆比焊要拦得多 有些朋友没有拆过这种大焊点 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 特别是像这种铺头面积非常大的 电热铁如果恒温效果不好的话 这边融化了 这边又冷了 然后这边放上去 这边融化了 它另外一边又冷了 大面积的铜箔导热性太好了 所以说对热铁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华为大炮的开关电源上面 个别的电容 热铁如果功率小了的话 恒温效果不好的话 根本就把那个电容拆都拆不下来 我现在用的是28V 5A的140W档位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焊接效果 还是刚才拆下来的这些插件 我们直接焊在这一个新板子上面 这就是焊出来的焊点 大家看一下350度 效果还是可以的 这些焊点是刚刚堆锡的效果 因为我这上面要加电容 所以要把它堆点锡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圆润饱满 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它的拆焊和焊接的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用这个热铁的话 要准备28V 5A 140W的充电头 或者是充电宝 还有如果是25V档位的话 务必准备一个25V 7A 140W的 如果是25V 5A的话 功率估计有一点点不足 附赠的这根硅胶线 确实是好评啊 硅胶线它的好处就是柔软 烙铁在手上的束缚比较小一点 这么好用的电路铁 内部的电路究竟是怎么样的 我们拆解开 看了就知道了 这个大家就不要模仿了啊 拆了过后没有保修了 自己要注意一点 首先把这个硅胶的套子拿下来 25V的烙铁芯也把它拿下来 这上面有一颗螺丝 卸掉螺丝 拿出这一个烙铁芯的一个护套 为铝合金的材质啊 递入解胶剂 我们把这个屏幕这个盖板把它撬下来 这个屏幕跟这个框架是严实合缝的 应该是一个定制的屏幕 背面有厂家的丝印 我们用钳子夹住这个塑料的部分 直接把它拔出来 这就叫做大力出奇迹啊 内部的主板是通过这个塑料框架进行固定的 然后在尾部塑料的扣件把它扣在里面 这样的话就严实合缝 而且还不容易拿出来 设计还是挺巧妙的 烙铁芯的接触部分都是同的啊 不惜迟 这个烙铁芯插到主板里面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用力的把烙铁装到位 避免出现接触不良 导致烙铁芯发热不均 烙铁芯发热不均 我们现在进入最关键的部分 电路与原器件详解 首先看电源与协议识别部分 烙铁的Type-C口后端 一颗来自南京庆和威电子的CH224Q的右偏芯片 作用是在上电瞬间主动向充电器发出右偏信号 申请28V或20V电压输出 为后续功率输出铺路 庆和威2004年成立 专注于连接技术与威处理内核的集成电路设计 取得高压之后 核心吻压部分采用的是成都星源半导体的RY8411同步降压转换器 把PD母线电压降到中间电压 给系统逻辑部分供电 同时降低控制部分的文波与噪声 成都星源2016年成立主营电源管理芯片 在低压域成都星源的输出 经由美国麦林半导体的SPX3819M5线性吻压器 进一步吻压到3.3V 为MSU屏幕及三轴传感器提供干净稳定的逻辑电源 美国麦林2003年成立 专注低噪声LDO和接口吻压产品 核心控制部分采用了深圳国民技术的N32L403KBQ7微控制器 在这支烙铁中它负责整个系统的PID温控算法 功率采样与适时功率计算 休眠与唤醒逻辑 相当于整机的大佬 国民技术2000年成立 是国内老牌的MSU厂家之一 温度与动作部分也波有亮点 正点源自在这里布置了一颗上海西瑞科技的QMA6100P三轴陀螺仪 负责检测电的姿态与运动状态 实现拿起自动唤醒放下自动休眠的功能 上海西瑞2012年成立 国内MEMOS传感器领域的重要厂商 模拟检测电路 采用江苏润时科技的RS92XM系列的运算放大器 配合一颗TL431精密基准芯片 简单来说 这两颗芯片是烙铁的眼睛 负责把加热回路的适时状态放大整形 再送入MSU做PID运算 润时科技2014年成立 主攻高性能运放与比较机市场 加热功率部分 主攻率开关 采用了深圳核拉半导体的AET4102APMOSFET 负责控制发热心的供电通段 它配合MSU的PWM调制信号 实现快速升温 稳定保温两种工作状态 核拉半导体2018年成立 专注MOSFET与功率系列 母线储能部分 这两原子选用了 湖南爱华电子的35V100微法 固态电容 一共用了两颗 又以吸收功率突变减小纹波 爱华电子1985年成立 国内电容领域的老品牌 从工艺层面来看 这块主板采用了双面层金的 多层板工艺 整个板子的布局紧凑 没有拥挤感 信号与功率区隔清晰 属于比较成熟的高功率 便携烙铁设计风格 整体来看 T90B的电路架构清晰 功率链路扎实 整套逻辑的闭环完整 尤其是它把运动唤醒和温控采样 功率显示这些系统整合的很紧密 体现出正典原子在硬件与固件的协同能力 全片到这里 我们把正典原子这支T90B的智能电路铁 从外观到电路 从实操到拆解 算是看了个彻底啊 性能层面 它确实做到了标程140瓦的输出规格 无论是20伏还是28伏挡 升温速度都在6秒左右 回温速度 温控响应 也是表现文件 实测拆焊 大型焊盘和后铜箔 都没有明显的掉温现象 说明它的PID控制和热容量匹配得当 在设计层面 这支烙铁不光是参数好看 从庆恒威的右片方案 到成都新元的同步降压 江苏认识的运放与TL431基准的模拟检测链 再到国民技术的MSU和上海西瑞的 陀螺仪智能修眠 整机的用料与电路结构都相当规整 尤其是这一块曾经的PCB 这种细节在200块价位的便携烙铁里 确实是够可以的 缺点也有啊 咱们不避讳都要讲一下 CH224Q是快速优片芯片 不是完整的PD收电控制器 遇到部分PD充电头 可能会协商不完全 出现兼容性问题 但是重点来了 这支T90B仅售200价位 和动辄上千的进口电脑铁相比 它当然不是一个级别的产品 但是在200这个价位 它已经给出了完整的电源链 成熟的控制逻辑 以及接近专业工具级的使用体验 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 T90B是一支真正能干活 敢堆掉 敢实打实 出功率的民用级智能落铁 它不完美 但它够实用 也够值 对大多数的DIY玩家 维修人员 甚至是教学实验室来说 这支T90B 已经是现阶段 最值得入手的一支便携裸铁 这是为了了解 才是为了真相 认真车载客观输出 我是迷火车载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时一来的支持和鼓励 由你们的陪伴 还有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